灵光家的顶梁柱之一 马恩娜 相信绝大多数玩家都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体验到了 不得不承认 叔叔的表现确实非常的爆炸 那么这样一个强力角色的出现 必然伴随着非常多的讨论 围绕着马恩娜自身 卡西米尔阵营 其他类似定位干员 以及未来的环境走向 这一类的议题会非常非常多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数值膨胀的问题 客观的说 数值膨胀是一个不可逆且必然发生的现象 然而横看成岭侧旋风 远近高低个不同 在现在这个讨论环境里 大家是没有办法观察并且理解这个现象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最后 先来细致的了解一下叔叔 马恩娜 魔版是解放者 这个魔版的特点是低费 攻击力白质低 但是生存白质高 不开技能不攻击也不阻挡 开启后可以阻挡两到三个敌人 攻击力白质虽然低 但是其特性是在不开技能期间 逐渐增加攻击力 最后攻击力加200% 此时解放者的攻击白质 就很可观了 解放者这一魔版 是决战思维的极端体现 在敌人防御力和法抗逐渐上涨的当下 除了即时干员 越来越多的干员 在非技能期间用处越来越小 解放者就是将空挡机彻底作废 全部能力放在技能期的魔版 而这个魔版的低费 可以理解成是一种 拿时间换费用的新模式 解放的费用的同时 也限制了解放者的插拔能力 有利有弊吧 在这一强力子职业的基础上 无光骑士的强大 有目共睹 一技能日常查无此人 二技能缩暖空挡期 三技能打五对空 还有额外的阵营效果 伤害非常爆炸 那我先简单谈一下专精问题吧 我个人先专三了二技能的 但是建议还是优先专三技能 二技能专精三以后 部署后15秒就可以开技能 开技能以后挡三 可以前期抗压 并且1.9倍攻击力的二连击 斩下线很高 可以保证特性的续航 开关技能非常方便 这个技能是相当于解放者魔版而言 弥补模板缺陷最明显的 但是话说回来 实际体验发现 部署后15秒的空躺期 在多数情况下 还是没有办法 把阻挡未干员解放出来 那既然如此 不如用三技能攒一波大的 三技能落地后 开启需要22秒 也就多7秒 而且用一轻砸 绝对是溢出的 所以个人还是建议 先专三技能 有能力的 最好把二技能也专上 二技能提供的快速回转 是这个模板非常需要的特殊优势 而且种错率更高 那么马安娜作为卡西米尔的一员 虽然不是骑士 但是天赋和技能带来的增益 那还是得提一嘴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 如果只看天赋给的真伤反甲 那能稳定维持攻击的二技能 似乎更合适 但要把阵营拐的效果都能带齐 还是要带三技能 那么说回三技能的真伤 野宗和石乐志 就跟叔叔亲缘一样 一个135攻速 一个二连击 那真伤看起来是嘎嘎的高 但是这俩都是进战位 一般情况下 对他们不构成威胁的敌人 还没打两下就被叔叔嘎了 对他们构成威胁的敌人 还没打两下就被敌人嘎了 实际上这个buff 还是对高台位干员帮助更大 然而卡西米尔的高台 所以个人看法 马安娜跟其他卡西米尔干员的协调性 其实一般也不能算卡西米尔体系的核心 但是因为强度确实很高 它其实可以是各类队伍的核心 当然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现在卡西米尔体系 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发展路径 包括自身体系也是多核构成的 不存在缺一不可的情况 第二个环节 我们来聊一聊马安娜对其他干员的影响 首当其冲的就是银辉 马安娜和银辉两个人都是靠三技能活的 真金斩和真银斩是非常相似的决战技 在攻击范围攻击数量上都很类似 马安娜落地后22秒 马上开技能的伤害都要比真银斩高 40秒暖击完了 那伤害就更离谱了 在一个输出论成败的游戏里 银辉的优势大幅缩小 只能在插拔上靠出动占据上风 以及一个偶尔会有大用的反影 如果银辉不是开服干员 而是现在出的干员 估计防御率削减这种负增液 会被当成跟水液技能流血一样的东西 被玩家追着猛喷 所以银老板还是赶紧拿模组去 卡兰队上班吧 然后跟叔叔对比最多的就应该是水尘了 水尘靠他离谱的DPH和总伤 一直是稳坐物伤天花板的宝座的 但是马安娜就更不得了了 DPS DPH还有总伤都是感应超美的节奏 而且他的费用要比水尘第20多 下场更快 实际算起来啊 开技能要比水尘更快 并且本身还是个地面位 比高台位的限制一般要少 开技能能阻挡三 手长 如果没有二天赋的嘲讽 那马安娜真的就赢太多了 那么我刚好拿这个二天赋 来聊一下环境的变化 马安娜的第二天赋 在提供真伤反甲的同时 给了一个更易受到攻击的嘲讽buff 这个天赋在低风险情况下 可以让马安娜当身边高台的挡箭牌 他的基础防御和血量都很不错 而且满攻击状态造成的真伤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对于日常推图是一个很不错的天赋 但是再怎么说 马安娜还是个禁位 不是重装 在高风险环境里 这个嘲讽是很致命的 而且马安娜是一个输出位 如果敌人里有打眩晕的 那直接就斜菜了 综合来看 二天赋是一个提下线 拉上线的平衡用天赋 大概能限制一下 他在高难关卡的表现 马安娜的出现 或许会带动一波 超远程单位种类的增长 但是他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针对性的出超远程单位 那受伤的更多的 会是极大的高台 除非他给新敌人家 只攻击地面位的泰格 相比于增强射程 直接限制物伤 可能会更普遍一些 越来越多的物理闪避 估计都不够了 物理抵抗 物理格挡 物理反弹 这种估计也都要安排上了 然后大家就会发现 原来输出的真伤 是用在这种地方的 同时结合重装的普遍强化 可以猜测一下 马上新主线 是不是真金斩 打5都不够用了 所以马安娜的出现 是否意味着 新一轮的数值膨胀 答案是肯定的 当我们拿银辉 那个减70%防御力的副作用 出来说射的时候 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 但比起数值膨胀 我觉得更糟糕的是 现有环境下的强度焦虑 现在的讨论 弱卡就是全身读点 强卡就是机制完美 但就这样一个围绕总伤 围绕DPS 围绕DPS拉扯的环境 只要肯给弱卡 330% 430% 重新放到渔弹环境里 那就是读点无关紧要 机制非常完美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马安娜这张卡 就是这样翻身的 马安娜的天赋组合技能 几乎没有关联 附带阵营效果的三技能 带来的真伤 其实不是给他侄女用的 是给他自己打保底伤害的 最适配他二天赋的 其实是他能维持满攻地力的二技能 但是技能带来的真伤 在三技能里 不在二技能里 导致他的阵营效果 是充满成年人的取舍的 但这都无关大雅 因为他就是可以强的 完全不在乎这些 如果他没有特性翻倍 如果他击杀一次 敌人掉的是20% 不是10% 如果他不能对空的话 那这些还是无关大雅嘛 特性的不足党 会不会成大家诟病最多的毒点 这算不算机制割裂 塔王游戏就两个要素 一个机制 一个数值 敌人是这样 玩家手里角色也是这样 我看有些数值 他们的机制关联性也不错 结果大家都觉得 这个职业已经日薄西山了 为啥 总商不够看 敌人法康拉上去了 这不都是数值吗 法康为啥拉上去了 一问 哦 原来有个红头发的女人 自带两位数法穿 地图里的全装仔 被嘎嘎乱杀 敌人自带隐魔刀以后 原本法术各种真 现在就只剩下个四二奶奶 在24小时无休黄昏了 但是 这种强度焦虑有必要吗 平常推足或者是 打合约18是彻底用不上数值的吗 我觉得 最近拿数式 打物理闪避逃课 不是挺普遍的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 法术伤害本身 就是最泛用的对策解呢 何必为了这个干员总商 不够十万而焦虑呢 为什么在争论的时候 总是默认所有人 能选择全部的干员 我是不明白 超谋的干员越出越多 对绝大多数人有什么好处 如果这个月出十万 下个月出二十万 再下个月出四十万 我觉得绝大多数人 是高兴不起来的吧 数值膨胀的真正受益人 只有很少一部分 这些人里 有不在乎强度追求全图件的 也有一些特殊需求者 但是更多受益的绝对是公司 虽然许多人之前一直在喷弱卡时设计失败 看起来是跟企业唱反调 但这间接会导致在社群里 对强卡的期盼制造焦虑 从而助推数值膨胀 激化需求 更激烈一点的 会强化玩家对潜能的需求 就会这次抽马安娜 攻击潜的情况很像 我想有的人会说 玩家手机卡强一点也不是坏事 我平时推图可以更省心一点 这样的说法是完全没问题的 因为新卡再怎么强 也不会影响干源池的下限 也就是三星低配这种情况 日常的活动图都是会考虑低配队伍的 给对应陶克机制的 打合约18统领 这样说的话 就算新卡是弱卡 它也不影响你平常用啊 强卡影响的是上限 但是打合约顶层 跟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关系 所以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你不要忘了 二游是长线运营的产品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如果没有需求光有供给 运营线就会断 这种时候 没有需求 也会给你按造需求 以前可能只是觉得强卡降致 但是现在 强度焦虑和数值膨胀 已经有了具象化的产物 有几个地方 已经可以让绝大多数人 对强卡产生需求 和持有强卡的满足感 其中有一位就叫做 保全派助 这一位就叫做派助 这一位就叫做派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